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潘兆聪 恐怖在戰 早前在節目中 有很多人說關於平石村的議事 說到人心惶惶 究竟是否呢 今天終於找了一位住了很久的街坊朋友 跟我們聊聊天 也要多謝一個組織 叫街坊大陸 帶了街坊跟我們聊聊天 她是不上鏡的 你好啊 李安 你好啊 李安 不是 我是李安 緊張 李安 李安 你好 在這裡住了幾年 住了幾十年 一年我就開始進來住 因為這裡的平石村 是七年已經開始進房 好了 真的問一個在這裡住的街坊 平石村是否真的這麼猛鬼 我覺得是 我自己有感覺到 因為這樣我自己都比較容易 感覺到靈異的感覺 是嗎 我覺得是 OK 所以我都覺得 其實平石村都感覺到幾個 尤其是小時候 OK 我想問一下 這裡最出名的橋樓 是呀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住這麼多年 有沒有統計過 或者你搜集資料 這裡有多少個橋樓 平石村是第五甲之內 即是自殺樓 尤其是紅石樓最多 即是你那種 我住就 我住在紅石樓 我小時候 我住了不久 已經見過一個跳樓 我第一次都很害怕 而且我們很多時候 晚上 我們一睡覺 真的聽到天井上 有一些慘叫的聲音 真的很淒厲的聲音 怎樣的 可不可以示範一次 我示範不到 他們叫得很尖 我們曾經說 會否有些小孩子哭聲 但小孩子哭聲是不同的 但他們每晚 就下午一晚 就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叫一段聲音 所以我感覺到是 好 既然街坊大路 我們走走不同的景點 一路說一下附近有甚麼靈異事件 我們首先要先說 停車場 因為我們通常在大陸 就由停車場開始建 為何停車場有話說 因為當年我們小時候 停車場有很多人 小朋友 即是我們小朋友 十多歲 在裡面玩蝶仙 那裡玩蝶仙 他們說是特別靈的 但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在家裡玩 但也很準 那走過去看看 走過去看看 好 遠不遠了 要走過去 我們剛才穿過 就是前面的單位 那時停車場比較陰暗很多 現在沒有那麼光暗 我們很多時候 那些小朋友就躲在旁邊 然後點進一支香 然後就請他們 你這麼會玩的 你們 我真的有很多人玩的 是嗎 是的 對 我覺得 問過甚麼是最靈的 其實問過很多東西 我最記得我當年 我自己在家裡 就是在家裡 我不敢在停車場 我試過在停車場玩 但真的很恐怖 然後我也害怕 就回到家裡玩 但也很靈的 我就是問他 那時候我考車牌 我問他 你幾歲考車牌 我十八歲 十九歲 我已經大了 對 我現在要十八歲 所以我可以貼牌 考車牌 那時候我問他 我問他 多次分兩次 口試 不是老試 什麼 老試中期 然後他就說 我兩次都可以 就是碟師號說 兩次你都可以 都可以 我問他 我什麼時候收訊 當時我們要收訊 他說幾月幾多日 然後我記得日子 然後我回到家裡 我在工作 我問我媽媽 今天收不收到信 沒有收不到 沒有信 我只是不靈 到晚上六點多 我再打問他媽媽 收了信 一分兩次 我媽媽收到了 就是那天收到 接著打開封信 兩班Pass 我第一次考車牌 哪一天都說 她是連那天都可以買的 接著我就覺得很靈 去到 去到 怎樣去到 我不敢玩呢 就是因為 有一次我去 問碟師 我問碟師 我以後的老公叫什麼名字 問得多 問姓姓 他叫什麼名字 通常我們就會 拿一些角落頭 通常一定是角落頭 角落頭 曾經哪個角落頭玩過 我玩過 哪個角落頭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燈沒有那麼光亮的 很暗的 接著我們就躲在那邊 其實有時候 通常這邊有一班 那邊有一班 這樣問的 他們說是特別容易聘請的 即很快聘請他們 之後怕什麼 那一次為什麼會怕呢 接著我去到 我媽媽通常會打麻雀 我們就玩到無聊 我就先問貼仙 我們找張報紙 我們之前用自己寫的 後來就找張報紙 報紙有很多字很小小的 我們就問他 我說我想問那個 最黃色的三個 師奶姓什麼 我知道是什麼 她自己姓什麼 接著那一段 很快就寫個無字 指個無 我說黑姓無 然後很快就指他 可奉告 四個字合起來 無可奉告 意思就是 我不想回答你 覺得他的答案 給我感覺無本動 真的無可奉告 他馬上說我不回答你 我們接著就不敢再玩 因為一張報紙有這麼多字 我們三個不可能會追到 所以我覺得真的有 你找不到 你不知道 你找不到的 我以為這件事之後 我不敢再玩 真的害怕 接著就沒有玩 這裏就是碟仙事件 這裏就是碟仙事件 當年是很多人在這裏玩的 現在晚上有沒有那麼亮 都亮一點的 以前晚上燈很少 很暗的 還有很多時候 這裏一下雨打風 就浸到車頂都浸到這裏 所以就暗沉 陰沉 陰沉 我們下次來這裏玩碟仙 可能是好的 好 下一個點 下一個點我們可以走上去 南西南 好 為何我們當時 在哪裏走 為何我們多次做到相 就選擇藍石樓 而是趕跳樓事件 因為藍石樓沒有那麼多 統計上 我不敢去紅石樓 因為紅石樓很多 反而你敢不敢去紅石樓 現在就去紅石樓 當然夠膽了 日頭白白 來 就去紅石樓 不怕的 其實平濟村不是全部都是天井營嗎 全部都是天井營的 通常現在村是七層 自殺率最多就是紅石樓 不知為何 但當時我住這裏 所以我不是聽到天井營 傳聞說 因為它是天井營 也說這個井戰的設計 比較方便跳樓 所以跳樓的自殺率比較多 也傳聞說這個天井營 就說被一些鬼 誤會了一個隧道 一個上天堂上面的隧道 變了它就經常很搶著地上去 想直上天界 為何上到頂呢 原來不是的 才搞錯了 但它又不想回到地府 就停留在人間中間找提心 即是你們是這樣說的 傳聞是這樣說 找提心 然後我曾經很深印象一個自殺 很多自殺我都沒有特別印象 曾經被我深印象的自殺個案 就在翠石樓旁邊 那些很深印象就是 當時有個女生 她挺慘的 二十多歲 跟男朋友拍拖 拍拖得很好 然後就準備結婚 但男朋友意外死了 當時她傷心得很緊 她住二十多樓 吹石樓二十多樓 當時那一早 她就跟她媽媽在聊天 她媽媽不停勸她 但她勸不到她 接著她打開門 即是太方便了 當時現在有圍欄 當時沒有的 連這些圍板都沒有的 這些上角都沒有 全部是後家的 後家的原因是因為防止跳樓 其實都防不了的 但沒有那麼應 有些真的未必死 但以前未圍的就死了 那個女生 因為很激動 一打開門就這樣跳下來 她媽媽就從二十多樓 很慘叫地跑下來看她 但下來 她的女生是沒有血的 她二十多樓掉下來 她是沒有血的 很漂亮的 然後傳聞說她男朋友抱著她下來 很多時候很恐怖的 血淋淋的 那個女生是沒有血的 這個自殺的個案 我比較深印象 其實我們一直都說 為什麼那些井字形 不單是平石 其他村都是 井字形 也有很多跳樓 是啊 方便 可能大家會覺得 一來 二來就說她好像困局一樣 一邊困著很多靈體 他們走不走 一邊困一個 可能就要找山 困著困著 在這個空間 傳聞就是這樣說 她說她們不肯回到地府 因為她想著這個隧道上去 不肯回到地府 還有我女兒 平時在村山上住 我女兒說有個感覺 不知為何晚上 她說不要過十二點多鐘 就不要站 有時候我女兒會不開心 會站在樓桌上 她為了一種感覺 好像一種 叫什麼 叫什麼 什麼場 叫氣場 那個氣場的能力 好像很想去死 我女兒試過的 她說她很不開心 時想出來休息 但是有一種氣場 好像感覺 她死了 她老了 死了好過 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女兒也說她自己 不要再站了 不奇怪 因為我會覺得 你不開心 站出來的時候 但你這個感覺是困局 你應該看出外面 有些外面的環境 有些車移動 你都可能是解開了你的心結 但你看到這裡 全部對著一幅牆 對著四個角 你就越想越不開心 都可能會這樣 這樣的環境 會導致到這樣 還有可以說一下 我當年我小時候 我自己是親身經歷 不知道是不是這裡 比較容易她會來 就是我媽 我媽說我媽在大陸走了 她說她會用一隻碗 匙巾帶了她回香港 然後我有一隻碗 很古老的 我媽就放在我的碗櫃下面 她說不要搞她 我們就不搞了 但我試過聽到 我有個騎樓的 然後半夜 我聽到有人 用匙巾匹那隻碗 聽到碗是沒有東西的 整個碗是沒有東西的 我經常聽到這個聲音 一會兒又沒有了 我跟我媽說 我媽可能來了看你們 試過有一晚 睡覺醒了 我聽到一條很重的鐵鏈聲 因為當時我們睡覺 是那些鐵床 狗聲上是隔床的鐵床 我聽到很重的鐵鏈聲 拖著拖著走 走到馬里 就撞到我那張床的鐵 啪的聲音 嘩 無管 那些汗就飆了 然後很害怕 很清晰的 我不是犯夢 很清晰 然後一會兒就沒有了 但很害怕 然後我告訴我媽媽 我說我昨晚聽到 原來不止我個人聽到 我妹妹都聽到 然後我媽媽就說 可能是阿嬤 然後她說 我不知道是否回魂時間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媽媽就說 如果你再聽到的話 你跟她說 阿嬤你不要嚇我 我很害怕 這很深印象 我媽媽這樣教過 隔了沒多久 翌日沒事 隔了沒良心 又來 又聽到很重的鐵鏈聲 拖拖拖拖拖拖 走到馬里 還沒撞到我的床 我已經說 我蓋著頭 我說阿嬤阿嬤你不要嚇我 我真的很害怕 立即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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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沒有踢到 OK 是真的 那你可帶我上去 看看你家裡的走廊 好啊 都可以 好嗎 我們上去爬一條走廊 好啊 為什麼當時那些 金輪框的走廊 有些鐵鏈聲 會傳進來 好啊 我不知道 他只能進入房子 是嗎 對 這裡上去 OK 據理恩所說 這些閃逢的東西 是後加的 讓那些人 萬一跳下來 都射射到力 這樣 或者有機會 撿回一條命 這樣 這條隧道 我們上次 阿子瑜是來過的 深夜時間 因為我們嘉賓 Andrew說 平石這裡走過彩虹 很多人經過 但是呢 現在就漂亮很多了 當然是很陰森的 究竟李恩有什麼故事分享 這個隧道呢 曾經聽過 有個街坊說 我們試過一次 這條隧道一到晚上的時候 是很安靜的 現在已經光亮了很多 以前也很陰森的 有一個好像是男士 好像是男士 不知道是男士 我都忘記了 他就落到隧道裡 然後一邊走的時候 他都很安靜 沒有人 但落下了少許 入到裡面 你聽到二壺聲 又是這個經驗 我們一路走下去 聽到嗎 這麼壯 沒事 聽到二壺聲 他想著 晚上兩點多鐘 聽到有人在拉二壺 真的很窮 賺錢 他都不管了 繼續走 但越落越深 二壺聲越來越大 但他是一個人都見不到 然後一路走 他已經開始有無管動 但是越聽就越害怕 越走就越急 想著快點走 好像覺得一條路 很長 越走越走越長 後來他想著急著一點 越走 他越急著 二壺聲就越大 越快 跟他的聲音這麼快 然後他終於衝速到 他出口 突然有人嚇他 他說他掉了錢包 然後他馬上轉 然後他又轉來 他轉去 然後到處看著 他不見有人 但是他走 再摸一摸 真是摸一摸 然後他又再想 入不進回去 沒理由不進 他還想的 復住一定要進 入去時到處找 真的看到的倒在那裡 放在這處 我聽過 有聽過 放在他旁邊 就像這樣放在這處 是的 這套鬼哭都很驚醒 但我又聽過 其實那天伯伯 以前真的在這裏拉繞的 後來他死了 他真的在這裏 可能欺負 然後他死了之後 回來 後來也不出奇了 所以我現在晚上不敢走 一過了點多鐘 我不敢走 而且也有很多人搶劫 你也試過有一個 個案是二單車人 從這裏衝下來 撞到這裏 即是失控了 撞到這裏死了 這個新聞 你說 好像很年輕 二十多歲 是撞到這裏 其實也挺長的 你看這條走路 不是 不是 那條鬆道 條隧道 很長 夜晚真的有點害怕 我怕的 夜晚真的不敢走 現在好一點 現在更多 之前那時又暗了 還有一些越南暗了 也挺害怕 有一個令人影響 這裡可能哪裏 真的要大路 這裡很害怕 是呀 有什麼鬼故吧 婆婆 不要緊 有沒有鬼故 哈 誒 沒的 看完的了 最清楚的部份 那就停了 是的 真的不好意思 这只是每晚恐怖在线的精华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的话,非常简单可以参与我们 月费计划可以上去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里面参与月费计划 声音是30元,视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是50元 至于说我不想参加月费 想给Cons看片集,买片集都可以 订阅我们bigbigair的手机APP 你可以拭除专辩,喜欢哪集就买Cons看 所以希望你快点成为我的付费会员 你会看得最多最恐怖的个案